又翻到另一页 这首 眼睛呼得一亮 蓝湛 蓝旺基 兄长当年 便是将此曲教授于金光瑶 金光瑶在弹奏于赤丰尊 为其安审 魏无羡 金光瑶是在曲子上做了文章 蓝旺基点点头 你快弹一遍 蓝旺基不想他在 费神在这类事情上 不过还未硬打 听到他又移了一声 怎么还有东营那边的曲子 魏无羡拿起来细看 剑走偏锋 邪气浓 阴气重 心想蓝湛难道为了全方位的研究献舍之术 连这些片门都试验 他深知 蓝家藏书阁虽然有这些曲谱 但蓝家人是绝对不可能拿来用的 充其量也只是作为了解扩充剑矢 他又想到前世 蓝旺基因他修这道 多加严厉劝阻 以致与他几番冲突 可如今 为了他 竟主动研究起这类邪取了 若是走火入魔 该当如何 这些情况 蓝旺基不可能不知道 魏无羡 蓝湛你 蓝旺基 你曾说过 以邪至邪 魏无羡不知如何回答 不就是少年人口出狂言的话吗 灵气也是气 怨气也是气 灵气可披山倒海 愿其为何不能加以利用 有些东西 横竖无法度化 他心头一沉 蓝湛应是横竖走不通了 才调用此法 想着不由呼出一口长气 想他当年 不也是无路可走 才选择此道的吗 他特别理解这种痛 没想到自己这种刻骨的经历 如今发生在蓝旺基身上 蓝旺基见他沉默 将他手上的书拿下 只是想能不能从中引得获解之法 并非真的如何 迅速将书拿开 显然是心思被猜中 魏无羡此前想 蓝旺基变化极大 不过这变化是表面的 现在意识过来 压根就不是他看到的表象这么简单 拳头不由紧了紧 像当初蓝旺基心急他那样 终是不能忍受地道 蓝湛 你何必如此 他此时并未知蓝旺基为了他 曾与族中长辈大大出手 更不知对方找了他十三年 他想的只是记忆丢失的问题 他为何那么担心 担心他忘了他吗 殊不知 蓝旺基怕的是 再一次地失去 魏无羡思绪周转 两只兔子 已经默默地爬上了他的膝盖 下一时伸手摸了摸 小时候的记忆浮了上来 少年时总有办法各种寻开心 兔子不就是拿来逗蓝旺基的吗 无心之举 多年后发现 被他精心照料 魏无羡追忆着 重新抬头看蓝旺基时 他夜以焚香整装 旺基琴横在面前 望着香炉腾起的青烟 魏无羡神情晃了晃 不知道蓝旺基会弹奏什么曲子给他听 但他满心期待 不管是什么 就算是东营那一类 就算蓝旺基擅自做主 在基础上附加灵力作用于他 他都心甘情愿 且无怨无悔 魏无羡知道自己对蓝旺基的了解不全面 更不知道他在这份感情背后 付出的所有真相 但他心底的声音告诉他 他心悦于这个人 爱这个人 没有他便不行 魏无羡是了解自己的 眼前的事实 既然是他愿意为这个人留在姑苏蓝室 愿意为他受家规束缚 那便也能接受对方用任何一种方式对他 他现在只是看着他 一言不发地看着 当蓝旺基的指尖 触碰到第一缕琴弦之时 他的心便也进入了他的节奏 山水缭绕 他看到悬身转在森森林道之间的自己 一只手抓住了他 眸子颤动 他的心也让开了波澜 场景又变化到了某个漆黑的夜里 是乱葬岗 脚下一条独木桥 他在犹豫要不要过去 他的手再次被牵住 那个身影甚至走在了他的前面 带着他过桥 阴雾再散 青草和花香 沾满了他的视线 奇妙犹如幻觉 月笙响在耳畔 他嘴角咧着笑 快乐地跑出两步 展开手臂 那个身影并不在前面了 他一时心急回头 看到他并未离去 默默且坚定地站在他身后 他回头找他时 他还叫了一句他的名字 是蓝旺基 蓝旺基在叫他 向每个清晨醒来 向每个夜晚入梦 魏无羡回到他身边 把脑袋一歪 便往人的肩头放去 温存了好一阵 才垫起下巴 看着他问 在想什么 蓝旺基道 你 他便又问 除此之外 就没别的了吗 他便又道 有 那是什么 你 魏无羡听他说完 笑声银铃般地响动 歪脸便亲上了他的唇 画面在变 临到中 他横笛吹曲 他牵着花驴的绳子 落日红光硬彩 他洋洋得意 而他 则至始至终 如影相随 再后来 魏无羡看到他们相伴叶猎 他们配合的默契 他还看到很多心动的瞬间 他们游历山水 他们泛舟细水 他们琴瑟和鸣 有时也在长街同行 白衣之人入到红尘中 累了 便住进客栈的一间房内 他一直在他身边 他是蓝旺基 魏无羡的眼睛一点点发亮 蓝旺基所弹奏的这一曲 不就是旺线吗 怡陵老祖和韩光君的定情曲啊 蓝战 魏无羡起心转念间 跪身便扑抱住了蓝旺基 蓝战 蓝旺基双手离开琴弦 被他推到了地上 四目相对 魏英 想问什么 已被魏无羡狠狠地亲住 他们好像分开了些时日 他如约来云梦接他 他欢欢喜喜 骑上高头大马随他去 他们携手各执一端千红 焚香爆竹 拜天地 一切的喜悦还在心口 可期盼的花烛之夜 却在他闭目休神的等待中 丢失了记忆 魏无羡的鼻尖 溢满了酸楚和委屈 说好要生生世世在一起的 究竟还有多少阻隔 一把将蓝旺基的抹额解了 玉冠谢了 魏无羡几乎同时爆发似的 做着很多事 蓝旺基被他抱抱躁躁地抓抱着 神志终于返回一些 刚要回报安慰 见他抬眼 泪光闪动 动情地叫着他 蓝湛蓝湛蓝湛 你快抱我 抱紧我 蓝旺基抱着他 将人翻在身下 魏英 魏无羡抬头又亲了他 是我 蓝湛 是我 本是无意偷看的 却落得一个销魂失破 蓝湛 嗯 还想看你穿心服 床榻从头红到脚 他们的婚房游在 魏无羡想起身 被蓝旺基按了回来 别动 韩光君又开始霸道了 魏无羡委屈巴巴地趴了回去 我还没有看够呢 想好好看看 把新婚之夜 夫君最惊艳的样貌 即刻在心里 即便记忆不稳 也不想让那印记消失 他把侧脸贴在他的胸口烙印上 听着他的心跳 方才与他天旋地转 重补誓约 但仍是觉得不够 满腔挤着酸楚 熏香 用的是香炉 嗯 就是那一顶 常常带他们入梦境的香炉 可我方才 好像入梦 又好像没有 香炉也不一定 时时会发挥效力 不过在此时之上 说他没有发挥效力 也不是 蓝旺基 应是与秦音相写 魏无羡伴思索着点点头 还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